安吉竹膳它的特点就是融合了苏州的上文化 杭州的上文化 还有南京京陵膳液的上文化 发展成为安吉的上业 竹才的选取对做一把竹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是它的一个本质 做工的师傅用了心去做 那就是它的灵魂 中文字幕——YK 中文字幕——YK